王总从香港回来了 还带回来一个 更张慢意思的漂亮女人 那些男的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大家都在拥有那个大美女呢 好像是叫Sofi 不如 请你妈妈一块出来去晚饭吧 还有你女朋友 那就太热闹了吧 今天的妆真惊艳 看来还真是 有竞争才有竞争 我是觉得一个女孩 她低头捡东西 她总归是不好看 我这才好心帮忙的 没想到她阴我一下 我这才是真正的农夫一舌 其实我知道 董事会那边不是你搞的状 咱们都失联的老对手了 对你这点了解我还是有的 别整天装的好像紫棋 情商多厉害似的 没准你一直都被我蒙蔽了 但是现在我有限的情商 告诉我你对我的好感之极增 要不要帮我出出主意 想预算 怎么出息之顺 我才刚刚蒙受了不白之言 就让我下地干活 我就说你这个人 我就说你这个情商能高吗 我要是不是内心够强大 我早就发辞职给你许子 然后随随选公司 陈总 王总没有亏待过你 你对他做这样的事情 现在还要拿辞职来威信训 你真的是太多灯 看来还得杜经理出马 只有他真的就成长 我一直觉得 这是我们市场部的家务事 不过看起来好像杜经理 这个状态在处理自己的家务事 好 你跟王总两个人商量 要杀要把 我回家通通知就是了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把你去世冤枉的了 快点 你刚才看我的眼神了 我怎么老说给你惹麻烦 咱们现在最对不起的就是他 别放那么多糖 对身体不好 生活已经如此艰辛了 放点糖还不让 我知道你还在生活的 对不起 昨天的事对不起了 怪我 怪我 只要王总不开心 就一定是我导致的 可能 我真正的永远消失 在王总的视线当中 他就喜笑颜开了 消失 你是要走吗 陈凤 你真的不能冲动 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 我是圈瑞的跳槽专业户吗 可是你这样经常的跳槽 会被理解为对企业的忠诚度不够 会影响你的上升空间 这一次你真的不能再一走了之了 我的错过来临 而且王伟也会向大家解释 我们真的不能看你这样一次次的透支你在职场的前途 你这是为啥谈话呢 还是 前女友的礼貌性善后 你能不能从一个朋友的角度 我从来不会放弃我的朋友 我记得当初你跟我说过 东元受购低逼的时候 你看过前所未有的挑战 你希望把国内的品牌带入国际 所以我劝你留下来 但是留下来谈何容易呢 临你对我都是一样的 一开始也有很多人认为我留下来 只是为了竞争HR总监的位置 趁着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不过后来我才慢慢明白 为什么我能每天被帕米拉户来换取 我依然可以一笑了之 为什么我每天从早忙到晚 我都浑身使劲 因为我是HR 我的工作对象 是这个企业里最有价值的资产 他们需要我 我能帮助到他们 甚至我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这种满足感 我亚于你看见市场在很多的上市 所以不要吃这么多糖 如果要听听朋友的话 我会笑的 我这样还要找你呢 我那个和陈锋已经将功折罪地谈过了 他已经原谅我了 现在不知道你原谅我没有 干嘛这是在公司呢 所以只能先凑回来个简一班 回来没安费给你升级 回来 你要去哪儿 别这么大烦 去香港厨佳菜 周末就回来了 你又要剩下我 陈锋已经有人给他拼反了 可是我在你妈们心里 还十足的反面形象 谁给我拼反了 最近确实太忙了 为什么不我喜欢 我还没有答应嫁给你呢 赶紧吧 别无论飞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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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向法国公司马贷的权内货来贷款 到期了 现在银行要收房 王伟哥哥一个字都没提过呀 他现在临时出差去香港了 现在应该到了 我现在打给他吧 没用 关机了 我给他打了 就连那个叫什么那个捷克的也关机了 人家银行最后通牒了 可是到时候就收房子 你说让我怎么跟人说 怎么办你说这事 难道换成本地电话号码了 没事 阿姨 您您别着急 肯定会有办法的 喂 阿姨 您好 我是娜娜 银行的催款电话呢 都会把事情说得比较吓人 不过你要能信得过我的话 我愿意帮您跟银行沟通一下 那这个欠账还钱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我在银行里有几个朋友 有人好办事吗 那就 智能司马到火满意了 阿姨再见 联合又不是你家开的 没有办法 阿姨 阿姨 你在找什么呢 妈 我那房本哪去了 就你那迷糊劲 身份这一年补两次 房本这么重要的东西 能搁到你屋子里吗 妈妈收好了 妈 你赶紧给我拿出来 我 我得去办那信用卡 你以前办信用卡 从来不要拿房本的吗 你快点吧 银行要下班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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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这么回事 你得跟我说实话 我 你不要劝我 他把我破产也好 住马路也好 跟我们家没有办点关系 你那天在饭店里 他妈妈说得很喉 还不够狠 好像我们是一介小市民 赶着女儿去巴结人家 人家还不稀罕呢 挑三挑四 妈 一码归一码 他妈妈对我有误会 可是我跟王伟也是真心的呀 你是真心 他真心吗 他要是真心 干嘛在结婚前跑了呀 我当年在农场得了肺炎 你爸爸二话没说 放弃了回城读书 留下来照顾我 那才叫真心呢 你看你看 你们不也是经历那次考验 你才知道我爸是真心的吗 王伟这次离开 就是和对我的不够信任有关 相爱的人不就是应该互相信任的吗 明明他遇到了困难 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拿我的钱结婚 那就是一次考验 只不过我们俩没有过关 他矫情 你千方百计折磨自己 向他表忠心啊 我的女儿还怕嫁不出去 以前成功那个 干什么严 妈 这半年呢 其实我不是没有犹豫过 但是我现在想得很清楚 我爱的人是王伟 而爱他的最好方式呢 就是要让他知道 我会一直在他身边 无论他发生什么 我都要支持他 帮助他 现在他遇到困难 你让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所以爸 妈 真的 求求你 你这是个赌妇 其实我知道 王伟一直都不是你心里中最佳女婿的人选 但是妈 别的事情我都能依着你 唯独这件事情不行 就算你们全世界的人都不稀罕他 我也一样稀罕 因为我是要跟他过一辈子的 房子没了还可以再买 但是这个人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一次了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 妈 大妈 你别着急啊 我跟妈妈说说 我 小路 是我 畅畅 我给你发一个贷款号 你帮我查查 这是在你旁做的短期抵押贷款 9616300852 好 好 知道了 阿姨 杜拉拉没动用什么银行的关系 而且我同学说了 这欠债还钱的事就是你动关系 它跟现在结果也差不多 除非 除非什么 他替王伟哥把钱还上了 他还 这怎么可能啊 就是他想还他也没这实力啊 是不是 他把自己的房和车给抵押了 因为他要钱急 人家带往公司 直接把钱就花到银行账上 真的 能有这事 我真没想到 杜拉拉能有这心胸 这年代不容易啊 那什么 畅畅 你帮我给拉拉拨个电话行吗 喂 喂 那个 莱拉 是我 我是王伟妈妈 阿姨 您好 有什么事吗 我想告诉你 银行的事解决了 那太好了 那说明我在银行的老同学 还是有点影响力的 你看 你也不告诉阿姨一声 你悄悄地帮王伟把这些钱都还上了 谢谢啊 你都已经知道了 那阿姨 我想求你个事 能不能不要先告诉王伟 因为现在是王伟项目的关键期 我不想让他分心 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哦 而且他自尊心那么强 要是知道别人帮他 他更加着急上火了 他出事前才得过卫病 对对对 我知道 那我就听你的 拉拉 以前阿姨错怪你了 对不起 阿姨 怎么了 你先别挂啊 明天王伟出差就回来了 我想给他多烧两个菜接风 想让你一起过来吧 好吗 好 阿姨我来 好嘞 那明天见啊 明天等你啊 再见 行了 我真没想到 好孩子 来啦 就得玩跟李阿姨吃饭 你就别减肥了啊 好好表现 对了 李阿姨喜欢吃饭香的女孩 争取天第二晚饭啊 唱唱 昨天晚上阿姨拿你的手机打给我 我就知道肯定是你告诉他的 谢谢你啊 你确定 为了王伟哥哥值得这么做 我并不想让别人证明什么 我就会觉得必须要这么做 如果非要说一个理由的话 他这个人就是我的全部理由 王总从香港回来了 还带回来一个更张慢意思的漂亮女人 真的 那些男的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大家都在一轮那个大美女呢 好像是叫Sofi 这么快就把代理盒都牵起来了 这次真是多鬼 这可不是巧合 我一收到消息 你再找代理商 我就让人联系Jack 我回法国创业 你帮了我不少 我欠你一个人情 这都是收在手的事 因为我在法国商学院学的就是小企业中心 很多人脉科体资源 如果要是不用的话 都对不起那么贵的学费了 你说是不是 那你是什么时候去香港这家会展代理中心的 你自己的公司怎么办呢 我的公司已经上轨道了 平时交给家里人打理 我总觉得在中国还没有代购 所以就回来了 再说 上次我们在广州的合作半途而废 我觉得很遗憾 心里老想着 可以跟你再合作成功 这次我们见面 我觉得你的状态 跟上次我们在广州分手的时候大不一样了 今天我终于建设了让你 重新恢复自信和活力的环境 是吗 是啊 你也有半年多没来上海了吧 这次有机会 忙完了工作 好好到处放松一下 嗯 你给我老实交代 索菲到底怎么会来的 索菲 当然是在工作了 你别说 香港公司效率真是高 我一放出消息 说要做奥运的赞助项目 她马上主动来找我 这索菲还挺仗义的 她回香港之前 她特地跟我说 不要让老大知道她 为什么呀 所以说法国女人懂男人吗 你想 之前的合作项目 老大输得那么狼狈 她把老大好面子 错过这个机会吧 以他们公司的名气 从来都是他们调客户 咱们预算这回 有缩减了百分之四十 这点生意不一定入掉他们眼 这不摆明了 就是在帮忙喂哥哥吗 阿拉姐 你可好提高警惕啊 茶茶 这就是不对了 那索菲亚宽容大度 善情 你不是满脑子都是阶级斗争啊 对不对 喂 喂 李宽 你不会也要跟我打听 索菲亚晚上的安排吧 没什么 就算是也没有关系 爱美之心嘛 那个索菲亚那个策划的方案 麻烦你拿 好啊 那先走 来 慢点 我的口供录完了 我可以 去吧去吧 去吧 我这一年线早乱线了 苏菲不一样 那是中国人的面孔加法国人的气质 而且他一直对王友哥哥情有独钟的 你不知道 他们俩第一次见面就在舞环上跳舞 把这个都看呆了 你跟他认识那么久 他有跟你跳过舞吗 我跳舞又不好 他们说我跳舞像推土鸡似的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 这一男一女 紧紧相拂 把自己交到对方 BY身心相做的微妙感觉 其实先输了 这样还怎么打他 打起精神啊 去坏回去 咱怎么说 你是主 他是客 晚进不如早进 其实 还有一件事 我老觉得亏欠你 我问过Jack 你的婚礼 推迟之后就一直没外举行 这你有什么好亏欠吗 我的呢 跟你又没关系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不管怎么说 你押在项目里面的五百万 法国公司不能老拖着不还 我上周还给他们的财务总监 打过电话呢 怪不得前两天他们通知我 马上转账了 你可不是说 那五百万是我温阳界的短期借款 马上就要到期了 法国那边如果再没东西 那我可真就麻烦大了 真的要谢谢你 怎么谢啊 请我吃晚饭吗 你刚才Jack和他们不说 晚上一块吃饭你说没时间 今天总算把合同签了 可以轻松一下 这样的夜晚 我要留着跟老朋友去酒 但是今天恐怕不行 我这不刚出差回来吗 我想陪陪家了 不如 请你妈妈一块出来吃晚饭吧 还有你女朋友 那就太热闹了吧 怎么了 好意我心灵了 改天 改天我更请你吃饭 我下楼帮你叫个车 很快就能到黄埔江边上 内带很漂亮 隔江就是外滩 你可以在那好好走走 你也肯让司机拉着你逛一逛 法国男人哪怕只有五分钟 也会请女孩子去咖啡馆喝上一杯 现在都下班时间了 你就随随便便把我扔给一个陌生人 不管了 是 你来得正好 给你个任务 陪索菲好好去外滩逛一逛 你干嘛去啊 我得去人力资源部办事啊 回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报到 咱们可能都去不了了 董事会知道我们签约代理公司 所以要马上见索菲 去听下汇报 就再回处 你们先走 我去准备一下 好 真是 那咱们还真得抓紧了 车上还能讨论一下备用方案 你是不知道那几个老头难对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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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言道而来总是要应酬一下的 一会儿我会去他家找他 跟他妈妈一起帮他接风 听起来不错 喂 阿姨 刚才王伟来过电话了 说不回来吃了让我别等了 你说这孩子处回来就不见人影 不知道他忙什么 你说晚上经办 好 阿姨 没事 要不然改天吧 阿姨再见 难受了 王伟应该明白 出差了回来先见见女朋友 起码打个电话吧 看你现在这样 多让人心疼 好 索菲啊 是王伟这个项目 唯一的救命稻草了 是她的救星 你就当 理解理解 好 说实 我就是怕你用心太深 太用情了 万一 到处受伤怎么办 开心了 大大姐 我去了吗 没有 我那个正好想起了 我还有一点合同没有做完 所以我得加个班 不是 我 是 对 对 我是 是 那 我 我 哇 File 我 我 我 行了行了行了别跟雕像似的了 你怎么来了我妈呢 阿姨等不动先睡了 我刚才给Jack打过电话 你的会一个小时前就已经散了 索菲人生地不熟的 当然得送人家回去了 我跟你说今天我很累了 没工夫陪你闹腾 是你闹腾还是我闹腾 我跟你说长长 一个女孩子有点脾气 有点小性格我很理解 但是她有个尺度 你知道吗 别以为你在我妈那儿 搞啦啦的状我不知道 要我妈对她误会能那么大吗 那你知不知道你这次出差回来 啦啦姐有多想见你 啦啦姐她对你有多好 要不是啦啦姐 这个嫁 我看你还真不用回来了 等会儿等会儿 你这个跳跃性思维 还真有点接不住了 你这怎么又一口一个啦啦姐了呢 你满脑子装的都是Sophie 装得下什么呀 你这话什么意思 因为Sophie承接奥运会的项目 她救了你一命 她一来就把啦啦姐抛到脑后 你是为了工作 谁又能说你什么 但你知不知道 为了替你还钱啦啦姐 连房子和车子都抵押出去了 没事告诉我呀 拉啦姐不想你分心 让我们保密一下 我说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糊涂呢 这钱的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操这些干嘛呀 我自个儿心里有谱 完了就这样好了 你说她爸她妈得怎么看我 你别忘了人家原来让我签过那婚前协定呢 这钱你说我怎么办 王伟出差回来 本来说好是为她接风的 可拉拉临时去加班了 这肯定出问题 怪不得呀 刚回来呢以后啊 也没提句话 可拉拉临时去加班了 你别生我气啊 我真是不知道这几天发了这么多事 还有你跟我妈也给我接风 真是不好意思 你确实是开会 董事会正宗盘问了我跟所为四个多小时 你说这怎么办呢 你千万别多想 我们俩只是工作关系 你知道吗 哼 这下我知道了 谁在气无拉拉 阿姨